大家好,煮面条,最近水开下锅 今天教你一个诀窍 两步煮出,劲道又爽滑,特别特别的好吃 下面开始操作 先来切点小料 准备一根香菜,切成小段 切好放入盘中 再准备一根小葱,切成葱花 也放入盘中 再准备几个大蒜,拍一下,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放入到一个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盐 拌勺白芝麻 拌勺辣椒面 然后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用勺子快速搅拌均匀 再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锅里加入清水开始煮 煮到锅底有小气泡 水不开的时候下入面条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才劲到爽滑 用筷子挑动一下 把面条挑开,让面条受热均匀,防止粘连 煮开之后,加一点冷水 面条煮开之后,我们再一次加上一次冷水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劲到爽滑,不浓汤 俗话说,三开饺子两开面 面条这样煮开了两次 就非常的劲道爽滑又好吃 面条煮熟,要两勺面汤倒到碗里面 然后放入面条 接着再放入一个煎好的荷包蛋 放上一点葱花和香菜 再配上这个麻辣萝卜干 吃起来麻辣香脆 让人食欲大增 面条配上麻辣香脆的萝卜干 吃起来真的是太解馋了 好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